江城接过随便 转身面对众人 目光却没有落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仿佛自言自语一般 当初我被温竹流所害 施了金丹 魏无羡骗我说 他能找到暴山散人 帮我修复金丹 其实 哪有什么修复金丹的秘法 他找了温情 把他自己的金丹生生泼出来 换给了我 此事有鬼将军温宁可以作证 随便也可以作证 因为我体内的金丹 是魏无羡的 所以随便将我认成了魏无羡 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弃剑道修鬼道 因为他没有了金丹 无法修剑道了 修鬼道也不是他的意愿 他被丢进了乱葬岗 身上刚好有屠戮玄武时 所得的阴铁剑 又是鬼气又是怨气 他就是想死都死不了 机缘巧合 就这样修了鬼道 江城说到这儿 有些说不下去了 停顿了一会儿 喃喃地说了一句 他是最喜欢剑道的 他怎么会气剑道 怎么可能 说完 江城默默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又回到之前入定般的状态中 整个蓝氏没有人说话 在场的蓝氏双臂 金灵 聂怀桑 对此都已知晓 其他各家对此事虽有些耳闻 但此嫌也都是将信将疑 关于换单一事 仍觉得惊诧万分 修仙之人 竟真有人自愿泼单 泼单之后背负着两世的骂名 仍不自辩 怎令人不唏嘘 对于此事有无意义 许久之后 蓝旺鸡才开口询问 仍是一片沉默 若无意义 会后按江宗主所言修饰 蓝旺鸡话音刚落 竟是金灵站了起来 我无意义 但有补充 金灵一开口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谁不知这位金家的宗主 在魏无县泼单修鬼道的时候 还没有出声呢 他能补充什么 金灵 你胡闹些什么 江城第一个反应过来 拿出了舅舅的架势 你怎么不说清楚 你又是为何失了金丹 你是为了保护魏无县 不被温室所勤 主动暴露自己 才被温主力化了金丹的 金灵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但仍是仰起头 大声反驳江城 金灵 你住口 江城呼地站起身来 子殿一下子就甩在了 金灵身前的急岸上 金灵一下子飞身闪开 不服气地大喊 你们一个两个都这样 什么都不说 明明说出来就好了 他也不说 你也不说 他以为不说是为你好 你以为不说是为他好 结果呢 谁都不好 你也难过 他也难过 既然是修饰 那就得把话说清楚 说一半留一半 遮遮掩掩掩的 算什么修饰 金宗主所言 我赞同 江城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兰望鸡率先开了口 紧接着 他又加了一句 许多事情 如果早点说清楚 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遗憾了 这一次 不仅仅是兰西尘 很多人都听出了 兰望鸡声音里的颤抖 江城沉默了 金灵也默默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 金宗主所言 有无证据 这是兰西尘的声音 当初温氏参与抓捕我舅舅 啊 抓捕江宗主的几个门生 后来在温氏覆灭过程中 交由我金室做工 他们可以作证 当时 他们刚好怀疑发现魏无限 结果江宗主就突然跳出来 然后他们就抓住了江宗主 金灵显然是有备而来 江宗主 你是当事人 你怎么说 兰西尘又转向江城 他什么都比我强 阿姐交给他保护 比我来保护更加安全 莲花物要报仇 要复兴 靠他肯定也比靠我更可靠 所以我想 宁可我被抓住 也不能让他被抓住 江城似乎被之前蓝忘鸡的那句 如果早点说清楚 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遗憾了所触动 陷入了回忆 金灵听到阿姐这个名字 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完全没有顾忌自己家主的身份 哭得像个孩子 江城抬起头 看着金灵慢慢走过去 把他搂在怀里 轻轻对他说 那是你大舅舅 别总魏无羡魏无羡的直呼其名 像什么样子 对 这是你大舅舅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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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